一旁的血手妖魔和龟背妖魔神色都有些不好看 不过谁都没说话 鹰鼻妖魔同样没开口 只是斜眼瞥了一下同尸 后者立刻缩了缩脖子 浸若寒蝉 白骨妖魔健壮也微微寒手 不再多言 这个时候一只沉默的熊山忽然开口说道 雷道友 数在下多嘴一句 我们在这里为了打与不打争论不休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剑阵中破阵了 万一被他截足先登 那这殿中宝物没我们的份不说 只怕里边的那头老魔 熊山此言一出 雷鱼侧心中不禁咯噔一下 眼下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此处 那么身处镇中之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若是别人入阵 雷预测倒不至于太过担心 那可是眼下阵中之人极有可能就是寒历 那个家伙 身上的古怪神通他一直都无法看透 自然没有办法不担心 而最重要的是通天剑阵的阵途可一定不能落在他的手里 雷玉侧叹息一声 唉 罢了 道友所言句句再理 雷某也无法反驳 我们在入殿之前便暂时放下成剑联手破阵 如何 齐模子看了一眼英比妖魔似乎询问他的意思 英比妖魔点点头说道 全凭道友定夺 齐模子文言开口说道 我们这边自无不可 就看你们了 雷玉侧文言 扭头望向交三等人 他们也拒是点点头 无意人反对 齐模子看向雷玉侧说 为表诚意 我已勒令他们部署全都远离此处不得靠近 也希望雷道友能拿出点诚意来 雷玉侧故作不知 道友此话何意 齐模子冷冷回答 这通天剑阵出自你们通天剑派 道友就没有什么破阵之法相守吗 雷玉侧愧然一声 有些唏嘘 道友有所不知 这剑阵完整部阵之法 早已在我门中失传 门内所藏剑阵经过历年演变 早已不是最初模样 究竟该如何破阵 我也只有等入阵之后方可知晓 齐模子文言 眉头一挑 显然并不相信他的话 雷玉侧摊了摊手 有些无奈地说道 道友若是不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大不了道友先试着破阵看看 我们不阻止便是 齐模子笑道 罢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一同入阵 相信进了阵内 也就 由不得道友不出十分力破阵了 雷玉侧摊点头回答 那是自然 等入了阵内 查清这剑阵的变化玄妙 在下自然能够有把握破阵 既定之后 众人分成两队 分裂在剑阵前方 这个时候 雷玉侧忽然传音给焦三等人 诸位 待会儿入阵之后 切记不要随意行动 越是移动 遭到的剑阵攻击就越强 可以先寻一处阵脚 尝试破除 多谢提醒 多谢提醒了 众人闻言 面上都没有变化 只是以心声回应 齐摩子瞥了他们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讥讽之色 随即开口喝道 入阵 其他人一落呀 众人纷纷身形闪动 进入剑阵 跟紧我 临入阵的一刻 雷玉侧忽然一把 抓住苏西的柔软御手 与他一同飘身而入 苏西心头微微一跳 觉得脸颊有些微热 众人刚一进入剑阵 飞在半空中的身形 骤然一沉 就像是一股无形巨力 骤然一压 纷纷坠落在地 不等他们弄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四周就已经陷入了 一片的混沌 轰了 所有人的耳中传来 阵阵雷鸣般巨大的声响 四周天地翻腾不已 到处都只能看到 一片片昏黄的光晕 头顶上方 则是盖着一层 暗黄色的混沌阴云 什么都无法看清 苏西和雷玉侧身在一处 进阵之后便只能看到彼此 其余众人身在何方 完全无法看到 更无法感知到 只是四周天地之间的重力 好像加重了十倍 令他们站立在原地 就已经觉得身上背负了 一座巨大山岳 盲运转体内神通 以抵抗这股巨力 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的地面上 可以看到一道黄色光柱 如同蛟龙一般扭曲升空 直冲入混沌阴云之中 光柱内则斜插着一柄 闪烁着暗黄色光芒的实践 雷玉侧查看一眼四周的变化 开口说道 看来此阵是以图属性法则之力 作为根基布阵 想要破除恐怕不易啊 苏西文言疑惑地问道 图属性法则之力作为根基 这是什么意思 雷玉侧语速飞快地解释 同天剑阵 以剑阵神通万法 本身并无任何属性 只因其布阵所用飞剑 本身蕴含的法则之力不同 便生产出不同的阵法气象 所形成的攻击也就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 我为何要进阵之后 方可知道破阵的原因之一了 苏西连忙问道 既是如此 此阵当如何破 雷玉侧略以沉吟说道 简阵 本应有修饰控制 方可运转自如 此处剑阵自然并无修饰催动 其之所以还能有如此迹象 我想多半是 以通天剑阵的阵图作为枢纽 想要破除此阵 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阵图 一旦阵图一位 剑阵便再难以运转 两个人正在说话之间 忽然听得头顶上方 传来一声闷响 轰隆一声啊 一阵好似压抑到极致的沉闷声响 从天空黄云中传了出来 雷玉侧两个人下意识地仰头望去 就见到厚重的云层深处 竟然助立着一座 不知如何幻化出来的雄伟的天门 暗黄色的大门半闭着 中间露出一道窄窄的缝隙 透过缝隙之中可以看到 里面似乎有一道巨大的黄色漩涡 当中传来阵阵令人心悸的图属性法则之力波动 苏西刚想开头说话 那天门内的漩涡当中啊 却是光芒频闪 紧接着便有一节节暗黄色的光芒 从门中缝隙里飞射而出 朝着下方各处杂落下来 只见这些黄芒飞射而出之后 顿时凝成了一柄柄 十数丈之巨的黄色巨剑 浑身上下闪烁着暗黄色的光芒 朝着剑阵各处杂落而下 轰隆隆 其中两柄巨剑 朝着雷玉侧两人落了下来 尚未飞至 高空中便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沉重压迫感 滚滚袭来 仿佛将两人头顶上方的空气 都一并地压迫下来 雷玉侧提醒一声 苏西仙子 小心 别忙 挡在他的身前双手高举 以拖天之势向上一撑 其浑身上下光芒频闪 脚下陡然浮现出一道 方圆数十丈的圆形符文 那里金光大作 一道道巨大的虚光剑影啊 如同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冒出 继而拔地而起 之冲高空而去 只听的一阵阵巨大轰鸣声 不断传来 这些从地而生的剑影和高空中 两柄巨剑轰然对撞 纷纷地崩裂开来 两柄巨剑似乎以一种碾压式的姿态 不断垂落 剑下的两人便如同迎接着一座远古神山的镇压 那等压迫之感啊 已经不是泰山压顶可以形容的了 眼见 虚光剑影不断破碎 雷玉侧等眼中啊 惊异之色越发沉重 忍不住喃喃地说道 这就是真正通天见阵的威力嘛 就在这个时候 其身侧忽然 蓝光一闪 一层水属性法则之力顿时激荡而开 只见苏西周身 笼罩着一层蓝色的光芒 双手和鱼身前 掌心之中 握有一枚龙眼大小的圆珠 里边正有鼓鼓蓝色的泉水涌动而出 绕着她的纤细御手游动不已 苏西双目微合 纤长的睫毛微微上翘 整个人沐浴在朦胧蓝光里 显得越发气质出尘 便是禅功仙子 也未必能有她此刻这般动人啊 只听得其口中一阵轻声吟诵 忽然双目一睁 抬手朝天一挥 哗啦 一阵水浪之声大作 绕于其手上的蓝色泉水忽然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骤然丈大 化作一道惊天的巨浪 拍向了高空中的两柄巨剑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